歡迎光臨有一間國中 團粹只有學生在做月 把親家座倒進去營養五餐的湯裡面 狼狀做成 屬性十三的人 吃了三便衣 我知道經過治療是都沒有什麼問題 歡迎光臨教育處也表示 會更嚴格來逐一逐步 比較不安全 這段學校的通報 救護車官來跟學校 載到身體不舒服的學生三便衣 在學長島 歡迎有一間國中 有學生醫師要很難創立 中西面所的親家座倒進五餐的湯湯 做成總共十萬名的屬性不少吃進去 好像表示 後來有老師和高明學生 身體出現討論 在家座倒進去沒有尋規定中 趕緊散便衣 後三名學生由家長自己帶到便衣檢查 包括在這十三名屬性 經過治療和檢查都沒有大問題 十二和上午都有來到學校上課 對齊聞光臨教育的廟室 經常沒有了解 信任班戟一名學生 要跟創立所走行 後續會持續來關注學統的健康 另外也會請學校針對這個事件 相加檢討 對於整個午餐公務的流程 還有學生的輔導短教這個部分 我們一定會請學校這個部分 再次強化學習 好像就說 這個事件是由於當年事件 第一時間 警方就開始調查 絕對沒有包庇任何行為 對處交的處都強調 整對學校的安全 尤其是營養五層 廣告會嚴格心情來多處方法 表面是有想要安靜的發生 又中央有你不到